我和老公都是农村人,都是吃过苦的人,为了生活在外奔波,相似的经历让我们很快就走到了一起。 我们两个人的心紧紧相连,经过了一年多的交往,我们很快就结婚了,那时结婚搞得很简单的,没现在这么多规矩,没有豪华的婚礼,也没有新房子,结婚后就跟公婆一起住在老家的旧房子里。 公婆都是勤快人,一天到晚都在干活,省吃俭用了过日子,老公还有个弟弟,就是我的小叔子,他读书比较聪明,为此公婆把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,希望小叔子将来能有出息,只要他有出息了,那我们家里所有人都可以跟着沾光了。 结婚一年后,我就生了儿子,婆婆高兴不得了,说我是家里的大功臣,给他们家生了个孙子,他细心照顾我做月子,还帮我带孩子,对我像亲闺女一样,让我很感动的,我也把婆婆亲妈一样对待。 我们婆媳间从没闹过什么矛盾的,一家人出得很和谐的,然而天有不测风云,那天公公在地里干活的时候,突发脑溢却去世了,婆婆哭得死去活来的,处理完公公的后事,婆婆就拉着我的手,一把鼻涕,一把泪的要求我,希望我们以后能多帮帮小叔子,让他能读完大学。 灭的婆婆这么多年对我不错的份上,我答应了她的要求,老公也同意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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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